你想想看,我们谁能不恨,每一个人都活在恨的当中,恨能给人带来什么? 给人带来的就是身体不好,给人带来的就是心脏不舒服,饭吃不下,觉睡不好。 你说恨能给你带来什么?就是给你带来的病,生病。 你为什么还要恨啊?恨出病来没人啼,气啊,气出病来无人啼啊。 我经常跟你们讲,周瑜怎么样被诸葛亮气死的啊,人气不死啊,很多老人家就是被人家气死的啊。 我告诉你,有一个老妈妈,打麻将,每天打麻将,对面这个人总喜欢气她。 哎,看,我又摸到棚中了,哎呀,我又碰了,这老妈妈一边打麻将一边气得脸发红啊。 好了,天天气,几年下来,一打麻将也就反了,苦得不得了。 有一天,摸到一个,哎呀,红中什么海底捞月不知道,我又回答啊。 一马来说,啊,你看我红中海底捞月一激动,托一下走了。 你们以为这是假的啊,都是真的发生在人的事情当中啊。 所以一个人去恨人家,对人家不开心恨人家,其实是最傻的人。 生人家的气,就是拿人家的错误惩罚自己啊。 他做错了,你还要替他生气,他应该自己生气才对。 他总有抱你,你气的啦,脸发不开心啦,什么东西啦。 就是我跟你们这里在座很多小女孩讲一样,这个男朋友要是不要你的, 你只要认为你是个好女孩子,其实他就是lost chance。 他没有一个好结果,他找到另外一个女人,就威力比你好。 他就是这个命,他找不到好女孩,那你生什么气啊? 你唯一的就为了他感到可惜,为什么他把我这么好的老婆打扰? 为什么你这么好老婆啊? 因为你帮朋友讲起来这个道理,你是一套套的。 我这个老公,我对他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 我右手蚂蚓,我想做右手蚂蚓,对他好。 最后他居然离开我了。 明白了吗? 他没有福气,不是你没有福气。 所以要想开和想通。 那么,最上面一道呢,是天道。 天道呢,就是在天上享福。 这个真的是享福。 讲给你们听一点点,啊,就像钓鱼一样,想给你们听一点点,是什么呢? 你们在梦中啊,有时候会做梦,做好梦吧? 哎呀,这地方漂亮了不得了,想先进你啊,都不想醒过来。 我想干嘛了,吃饭了,吃好了,饱不饱了? 跑啊,穿进漂亮的一栋栽风中,像真的一样吗? 真的,这就是在天上。 所以台长要你们以后就是到这个地方去才好。 很多听众很好,台长啊,你看我妈妈在哪里啊? 我念了八章了,一看,哇,投人了,哎呀,太好了,投人了。 这就叫不孝顺。 为什么?投人还不行。 要把爸爸妈妈弄到一个好梦,就是最幸福的在天上。 一定要在天上,人才能有福气。 你们知道在天上洗完饭,不要洗完。 你们知道在天上想到哪里,意念一到,人就到哪里。 现在我马上讲给你们年轻的人,或者你们有些还没有听过佛法的人,我讲给你们听。 你们现在马上想中国,或者你的亲戚在中国什么地方。 你只想到哪里,你想到中国这个家,我问你一秒钟,你到得到哪里。 到了吗? 这就是在天上的生活。 我要你们以后,就是能够到天上,一想,我很想谁。 一想到那里,人就到哪里。 没有这个肉身啊,没有这个肉体啊。 台长呢,可能在今天呢,就是,真的时间也是有问题。 你看台长写了三大章啊,全是七章啊。 我本来想给你们讲很多很多好东西,但是呢, 时间真的是过得太快了。 那么,台长还想跟大家简单地讲一讲。